哈喽大家好 我是经常被雅卡发坑 干脆连坑带雅卡一起填了的一个文保爱好者 上一期我们给大家说了 绝几种东西 它作为喝酒的酒杯 其实从西周初年就基本消失了 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般都用什么东西来喝酒呢 通常来说 酒气的演变和酿酒 饮酒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我们上一期说过 周朝给商周王总结的罪状之一 就是过度饮酒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周朝实行过严格的罪状 但这并不代表完全禁止喝酒 只是把喝酒的场合严格的限定到了祭祀上 所以人们也可以沾主心的光 在祭祀之余偷偷喝一点 这可不是我想喝酒 实在是长辈劝酒太热情了 到了汉代 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酿酒方法 都比周朝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 此时的酒气发生的演变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黑野草 喝酒这个叫酒的事情都出一个地道 不过众所周知 汉朝人比较从上节俭 奢侈的青铜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所以他们通常用的都是玉气或者漆气 比起商周时期的华贵 汉代的酒气更加突出实用性 汉朝人把喝酒的步骤细细区分 每个步骤都有了专门的气局 分别用来注酒 橙酒 取酒 温酒 和饮酒 这穷讲究都快赶上老北京人吃爆肚了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这里和今天做一个类比 所谓的注酒气 算是储藏酒的最基础单位 最典型的气型就是瓮 这种气型到现在还在用 大概就相当于现在酒窖里的大酒坛子 或者葡萄酒厂的大酒桶 这里的酒基本上是刚刚酿好的 或者喝不完暂时存放的 这么大个的东西 直接拉到宴会上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就需要把注酒气分装一下 这就用到了承酒气 咱们现在说的酒瓶或者酒坛 理论上都可以算这种气物 比方说有湖 中 方 等等 现在咱们说的钟 一般指的是暴食用的钟表 但当时这个钟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容器 有时候还会成粮食 其实吧 这两个钟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 它的繁体字写法 就是两个不同的字 成酒的钟 右边是个重 而暴食的钟 右边是个同 那接下来就是温酒了 熟悉三国演义的观众老爷们 都知道力展化雄的温酒温将军 不过这个温酒 不光可以解释为温的酒 温也可以是个动词 让酒变温 这种玩法在现在不太常见 但在汉代可是非常流行 比如尊 叫糊 叫斗 等等 这些气物就是专门用来温酒的 根据现在有的出土资料来看 有的气物下面还有碳火加热的烟胎 其中这个尊 可以是金属的 可以是陶的 甚至可以是木材漆气 有时候干脆写作这个木字边的尊 才知一目了然 不过上面这些气物吧 个头普遍都很大 直接在宴席上抱着倒酒 着实是不太雅观 当然了 你要真这么想喝 也没人拦你 就像水浒传里面 好汉们也都喜欢拿着坛子喝酒嘛 所以其实温酒器和饮酒器之间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拿这个尊来说 李白就喜欢拿着玩顿顿顿 又是金尊清酒斗石千 又是莫使金尊空对月的 当然了 汉朝人喝酒讲究 那可不能跟他一样 温完了酒 必须要用专门的东西盛出来 这个取酒器呢 其实就是勺 这东西的用法没什么特别的 就跟现在的汤勺如出一辙 把酒从温酒器里呢 一勺一勺的咬到饮酒器里 它的材质呢 有很多 如果是木胎漆器的 也可以写作这个木字边的勺 而这个倒酒的过程 就是我们常说的斟酌 当然了 鉴于我们现代人早就不这么喝酒了 所以它已经成了一个抽象词 通俗说点就是 看吧 最后的最后 终于绕回咱们视频的开头 喝酒来咯 汉代的饮酒器 相比之前的潮代呢 变得愈发不实物 他们已经不用绝了 毕竟容易戳眼睛嘛 改成了用杯子 就是耳杯啊 制杯之类 制杯这种东西 其实就很像现在的马克杯了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再次吐槽一下 电视剧《楚汉传奇》啊 司马迁在鸿门宴里边 专门写了 配功奉制酒为寿 结果啊 他居然拿了个绝 咱们上期就说了 绝这种东西 七周之后就基本已经消失不用了 你就是拿个马克杯 也比这玩靠谱 比起制杯 更常用的一个东西呢 叫做耳杯 这东西跟现在的杯子 差别相比呢 就比较大了 它是椭圆的 平底还比较浅 因为耳杯左右两边呢 各有一个小耳朵 所以喝酒的时候呢 得双手把它捧起来 看着比较礼貌 另外呢 除了杯子 还有一种非常典型的饮酒器呢 叫做伤 就是驱水流的那个伤 其实这很多出所的伤呢 看起来跟耳杯没什么两样 但在有些画作里 这个伤就直接被画成 普通杯子的样子 因此有些观点认为 伤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饮酒器的范畅 不能指代具体的器物 什么杯啊 绝啊 脚啊 通通都可以算伤 类似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器物 叫做功 就老酒鬼 欧阳修那个功仇交错 那个功 这个话题呢 咱们下期再说